好,在我请出第二个主讲人之前来先卖个关子吧 我们的下一个主讲人是蓝宝巨鹰经理 城市保险公司的TopSales 却在最后选择了我们 她,对,是个女字编的她 是全亚洲第一位GLT和CBM分红400万的企业导师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对的,她就是我们的Darting Grace 她原本不是一个在网络上进行她的事业的人 但是因为最近的限制行动令呢 她展开了她第一次的就是尝试在网络上进行她的事业 然后她第一次也sponsor了三个AS 四个Norvist customer 她将和我们分享她通过网络在这段时间 获得的一些成就与心得 并分享如何在线上接触潜在的客户 乐乐欢迎 哈喽,听到吗? 哈喽,听到吗? 哈喽,听到 好,来,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这两个星期多的一个lockdown period里面 有谁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危机的 来,给我一个comment,读一下 好,那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 有谁在这个lockdown period大概是13天时间里面 你们有成功推荐到 Norvist customer跟VIP的 来,给我一个comment一下 comment一下,来 来 很好 很好 好,各位大家好 我是Jel T. Grace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在线上推荐事业伙伴 其实呢,我也觉得是蛮 怎么样讲呢?如果是认识我的朋友 很多靠近我的朋友都会认识说 都知道如果今天要讲这个topic的时候 其实是好点有点奇怪 因为认识我的大家都懂了 其实我是一个所谓的电脑白痴 然后同时呢,就是平常人家讲的technology的indiat来的 那为什么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如何在线上推荐这个事业伙伴呢? 是因为其实我在短短的只是第一个星期的一个lockdown period 我就成功推荐了三个的AS 就是VIP跟四个的Norvist customer 那谁想知道的来给我一个 一个five讲,谁想知道的 我为什么能够 好,很好,谢谢,很好 来 来,我们就再来研究一下好不好 那其实呢,要给你知道我如何不懂任何的一些电脑的资讯 我是一个白痴 为什么我能够 也带在家里面呢 能够成功推荐到四个Norvist和三个AS呢? 其实重点我们来研究一下 就是我所谓的意向跟我们的方法 意向VS的方法 来我们研究一下 那一般上意向就是intention 方法就是activity或者是我们的methods 那如果我们来研究一下 一般上呢,谁觉得 意向跟方法,谁觉得意向是很重要的 来,给我一个1的comment一下 谁觉得是方法很重要的话 999% 方法其实只是0.1%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其实这个是事实 因为意向才是决定我们真的是会想出各式各样的一个方法 那是很重要的 那你看一下我们研究一下 在lockdown period的时候 我们不要讲多 我们先讲第一第二天 你们大家在Facebook面子书上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那大家看到呢,一般上都是什么 早餐吃什么啦 下午吃什么啦 晚餐吃什么啦 省政府suffer也吃什么 那突然间会发觉到好像很多人都很会煮 很多人都突然间变成一个大厨 这样子有没有 你看,大家的那个意向 大家的那个intention是放在哪里 大家的那个意向跟那个intention都是放在说 我就是要坐在家里啊 我现在呢,全部是要等啊 我要等这两个星期政府到时说 这样给我们去relax的 我要等到时我们的lockdown period release了之后呢 就是等公司开 我们才回到我们原来的一个工作的岗位 那各位朋友 如果你都是跟一般人的想法的intention 意向都是一样的话 那不好意思 所以呢,我给你就算是坐在那边的话 你一样是很多方法出来 你也不会完成的 那我跟大家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 来,我们看一下 我跟大家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 我是完全不会电脑的 我也被关在家里 我都不能出去的 平常你知道我都是offline的 我跟Desmond都是offline是最强的 可是我们因为有一个很强烈的intention 我的intention我是很明确的 就是我一定要在三月份里面 保持着我自己每一个平均 一定要超过100cc的pnm 那在lockdown period的时候呢 前两个星期我的B&M才40多 可是我不能因为就是要lockdown period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B&M就保持着只能40多 我一定要想办法 所以当我有很强烈的意向的时候呢 我的方法各式各样我就会出来了 这个是我第一个必须要的一个 一个intention 我一定要想的一个办法 那第二呢 我是GLT 我是Leader 我是领导人 领导人永远是要link by example的 那今天我是一个GLT 我是领导人 如果今天lockdown period 大家都是待在家里面 大家都是坐在那边 都是在等 如果你再等的话 我告诉你 火车头 我们是领导人 我们就火车头 火车头在跑的时候呢 我会讲当我们不跑 我们停的话 火车尾是跟着停的 所以我一定要link by example 我一定要有方法出来 我一定要完成我的目标 我一定要朝向我的这一个 100cc超出100cc品 就是有超出这个BNA100cc 所以各位 我同样的lockdown period 因为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方法出来 那一样的 我同样的达到了超过100cc的BNA 这个就是我最强的intention 我的intention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要保持着 我每一个月最少要achieve到我 as a GLT 7500箱的那个target 我也做到了 所以各位 我们是企业家 寻找方案 寻找方法 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问我说 到底在家里面怎么样做 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平常就是做online的 我只是把online平常做的一个动作 我把它换来在家里做 然后只是通过一部手机做 就是这么简单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那一看 刚才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强调这个intention 这个intention这个意向呢是占了100% almost 100%才会推动你想出各式各样的方法 其实如果今天有很强烈的意向的时候 你一定有很多的方法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各自在做的一个方法的 你的重点你要很清楚 你的方法你看有些人可能做吸奈兽神的 有些人可能做美容的 那有些人可能是做这个 这一个所谓的生意角度的 像我本身我是在全部都是在打生意角度的 我都是在present这个GEP的 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做密封产品的 其实每一个都是属于一个方法 但是你要很清楚了解知道 你的intention怎么样都好 最重要你是要closeAS 你要closeVIP 你要close的是business partner 那个是最重点的 那对我来说呢 我其实就是把offline本来一路来做着的 就是我本来就是强调在presentGEP的 那我GEP我同样还是讲这三个步骤 我还是一样在做这一个产品示范 然后我做产品示范呢 我示范过后呢 我最重的一个目的目标 我一定要make sure 我一定要做那个closing 我的call to action 我一定要他去拿VIP 就算没有一个VIPAS的话 最起码也要一个半个 所以这个就是很强的intention 所以各位朋友 我要强调的是说 今天无论你用什么的方法 你要很清楚 你的intention就是要closeAS 你要close他来做你的事业伙伴 那个是最重点的 好 那我从来呢 我是没有做过 在生意上我是从来没有做过live的 我都不敢做这一个live的 可是各位朋友 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说 我因为lock down period 我没有任何的选择 所以我一定要想出各式各样的方法 然后我真的是 我要告诉大家 我真的要跨入我的成功第一步 就是我要敢 我要敢挑战 我要敢冒险 我要敢尝试 我要敢犯错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今天你敢去尝试的话 你才会知道看到你的那个可能性 你敢去冒险的话 你才会像我自己 我敢去冒险 所以我敢跳出的人 我敢去做这个live了 所以我尝试去做这个live 那天我就尝试了做一个live 是大概一个小时的一个 honey lemon的一个live 好消息 因为我尝试 因为我敢冒险 我原来发觉到 我跑出了那个做live的框框 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做live的 我做了这一场这个live呢 我成功出了两瓶的MPD 23瓶的honey 也是有两个cc多 所以各位朋友 尝试 敢挑战冒险 尝试跟犯错 try and error 我们没有try 我们不知道 所以最主要是给我们更进步 那个是最主要的 来 那我平常呢 我一路来 其实在offline的时候呢 我都有用着这个system的 就是system of time的 我一定会在一天时间里面呢 给自己一个很好的discipline 你最起码 无论是你今天 你是要call你的 novus customer也好 你要call你的一些 因为有些AS 也是属于customer心态的AS的 有些也是我们的一些 新的prospect的 总之你任何这三个category 的朋友都好 你总之一天里面 你要有十个whatsapp 你有十个fb的messenger 你有十个的video call 那通常如果在offline的期间呢 其实我们的时间 可能还会 会更加的type 会更加的 没有这么重动的一个时间 可是反而 在这个lockdown period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 都非常非常好 对我来讲 我觉得时间是 时间实在是太 太好了 太多了 只是要强调在那个discipline而已 所以只要你做这个 十个whatsapp 十个fb messenger 十个video call 我告诉你 肯定 就像我平常做了 肯定你一定有很多的lim list的 那除了这个平常 因为我平常有做这个 但是我平常一直有很多的lim list出来 所以我每次都有很多的appointment 那其实我在这段时间 我跟offline的事情做是一样 只是我坐在家里面通过手机 我一样是make appointment 我的appointment可以通过messenger 我的appointment可以通过这个whatsapp 然后我都会可能十一点一场 可能三点一场 那有时候可能对到一些国外 在时间上不对的话 可能在晚上的十点也会一场 所以我不觉得在这个lockdown period 时间是很闷的 反而我觉得lockdown period是我们 很好去要懂得运用的 而且lockdown period的时候 没有朋友跟你讲他会不得空 以前他会跟你讲 我要载孩子啦 我要煮饭啦 我不得空啦 我上班啦 我等等等等等等的 各位朋友 现在如果在lockdown period的话 你make appointment 跟你讲不单止你可以聊四十分钟 你省着风 你可以聊超过一个小时多 但是重点记得 我们的call to action 你的intention 我们是要closeAS 我们要closeVIP 那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那你看当我们刚才做了 这个所谓的system of temp的时候呢 basically你会看到 这个是一个statistic出来的 那这个statistic呢 其实我已经运用了很多年 我从20年前的时候 我就运用了 那其实如果今天 我们是有25个名单的话 这个是一个statistic 是很合理的 你做你就懂 是真的 那这个25个名单里面 你会发觉到呢 有13个呢 一般上当你call你去摇曳的话呢 你去接触他 你去跟他去contact的话呢 有13个朋友 他是会接触你摇曳的 可是有12个人 是不会接触你摇曳的 那从这13个里面呢 其实有7个 他是会 听你的分享 6个他不会lion你的 他也不会听的 可是从7个里面 你会发觉到 有4个最可能是 你的novus customer 跟你的AS的 那3个呢 他就不会加入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 percentage game来的 你只要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名单的话 你只要敢行动的话 你只要肯去做的话 其实我常常 我跟我的所有的伙伴 讲一个slogan的 要走 要CC 要钱 要走 要CC 要钱 有做 有做 有CC 有钱 有做 有CC 有钱 你敢做的话 你有去做的话 其实你敢冒险的话 你敢去尝试的话 我告诉你 有做 有CC 你就一定会有钱 其实这个25个名单 就是一个 Statistic 出来的 你敢去做 一定是可以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完完全全是不懂任何 电脑的 我是电脑白痴的 可是因为呢 有些东西呢 好 未必是好 不好 未必是不好 所以因为这样子 一个lockdown period 有的时候我会发觉到 有些东西不是我们不会 是我们还没学会 但今天如果我们肯去学的话 很多东西 还是照样是可以进步的 照样是可以会的 所以 各位朋友 这个就是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的未必是好 不好的未必是不好 所以如果今天 你只要秉持着 那个所谓的 很强烈的意向 跟intention的话 你要的东西 一定会达标 没有任何东西 是可以阻难到你的 这个是今天 我在短短的 这个十分钟里面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一个sharing 那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 好 谢谢 打听我们的 GLT 打听Grace 哇 你们学到了吗 赶赶的去做 好 好